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带大家吃糖了 吴磊赵露丝日常实在是太甜了 一起逛街逛超市吃美食 这不是妥妥的小年轻情侣恋爱模式吗 所以说你俩算是官宣了是吗 心汉灿烂 这部古装剧自从开播以来就很有热度 吴磊和赵露丝的CP感早就溢出了屏幕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玄角眼光 其实赵露丝与吴磊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 前段时间两人还合作了古装剧 长歌行 虽然在剧中两个人对戏的画面很少 但是吴磊和赵露丝凭借着这部剧都收获了不少的关注和热度 赵露丝作为娱乐圈心境流量小花 热度可谓是居高不下 毕竟有颜值在 再加上他的演技实力 在娱乐圈里就不愁没资源和人气了 赵露丝出道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就出演了不少的电视剧 还获得了甜妹的称号 他本人甜美青春的长相 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们的喜欢 童馨出身的吴磊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一直都还是小男孩 他出道以来出演的爱情戏并不多 先前在长歌行 李和热巴的搭档也被嫌弃没有火花 殊不知这次在 心汉灿烂 李和赵露丝搭档CP感会这么强 确实令人意外 说实话 吴磊作为童心 想要让观众改变对他一直以来的固有印象 蛮是很难的 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 狼牙榜中可爱偏执的小飞流上 此次吴磊能在 心汉灿烂 已展现出超强的感官 是与他在剧外的努力分不开的 心汉灿烂 剧中有个镜头吴磊赤裸着上身 可以看到他结实的肌肉和腹肌 这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个弟弟了 大家不要以为吴磊还小 实际上他与赵露丝只相差一岁 吴磊22岁 赵露丝23岁 都是颜值在线的士林男女青年 怪不得能收获一大批CP粉 当然 比起正片中两个人的爱恨纠葛 他们在片场的花絮 似乎更让人血脉膨胀 让人忍不住怀疑 两个人是不是在公费恋爱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 吴磊看照露丝的眼神都很让人上头 他们两个的体型 就像大灰狼和小白兔 这种反差感能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感 不仅如此 他们私下的关系也很好 两个人对戏时就去味十足 在讲剧中那些表达爱意的肉麻台词时 两个人就特别搞怪 吴磊跟赵露丝用词穿话对台词 还自行变化台词 场面极搞笑又甜蜜 有一次赵露丝是亲吴磊脸颊 还因为用力过猛 一直撞到自己的鼻子 又糗又可爱 在拍摄一场马戏的时候 吴磊更是宠溺的不行 导演一声开机令下 吴磊带着赵露丝策马奔腾 却没想到把赵露丝吓哭了 导演喊停的时候 吴磊还一直没有舍得松手 还主动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纸巾 为赵露丝擦眼泪 这画面莫名有种 小情侣闹别扭的记事感 吴磊跟赵露丝不只是戏里甜 私下的互动更是撩到不行 在一场花絮中 拍摄现场气温高达37度 身穿古装厚重戏服的两个人 不但热到不行 还有一只抱在一起 吴磊在两个人对戏时 贴心地送上小风扇直吹赵露丝 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填到掉牙 在娱乐圈 剧播期间的CP营业 屡见不鲜 已经成为影视剧宣传的一种手段 一部剧播出之前 演员会配合宣传进行埋线操作 目的就是播出后让剧反考古 营造出一种主演关系很好的氛围 可是在作品结束后 就会迎来一波拆CP提纯热潮 可乌磊和赵露丝两人不同 在心汉灿烂 播出期间的互动区只可数 可当众人觉得该到拆CP的环节时 俩人却一反常态开始营业了 记得2022年8月的宝格力晚宴 本以为他们会缺席 但不料二人同时官宣出席 无路可逃迎来首次合体 就连佩戴的珠宝也是情侣款 但晚还贡献了铜矿神图 而那个月末 又迎来 心汉灿烂的庆功宴 若是要拆CP 便会像超甜冰淇淋 景田和张冰冰CP一样 做得远远的 可当天不仅官博放出二人合照 就连赵露丝本人也无惧留言 大放放出和吴磊坐在一起的照片 可直到今日 二人都没有做出提纯举动 足以说明 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营业CP那么简单 心汉灿烂开播之前 吴磊赵露丝不熟的传言传出 可拒播之后 俩人的点点花絮片段放出 粉碎了这些洗脑包 无论是抱着转圈圈 还是韩卡还牵着手 亦或是杀青后各自不舍 吴磊赵露丝俩人表现的没有半点不熟的样子 而到了巨外也是如此 宝格力红坎石 在那场后场的吴磊 刻地出来守在赵露丝身边 在赵露丝结束采访后 吴磊又转身走回内场 晚宴中 吴磊的家人兼工作人员纷纷站在了赵露丝身后 当时 吴磊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提前离场 但他面对长枪大炮的拍摄 也要绕到赵露丝后说再见 这难说只是友情 不过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工作上的互动 还不足为证 没关系 后面还有 去年的中秋节 吴磊晒出了月饼照 要知道 那是长沙本地人才之小的月饼 可是吴磊当时在深圳拍戏 就连工作人员都没有长沙本地人 可据了解 赵露丝的工作人员有许多长沙人 结合来看便非常清晰了 不仅如此 俩人拍摄杂志时 身上的配件也越来越重合 除了俩人的商务代言产品外 还有一些其他情侣款配饰 出现在二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 二人各自代言方 竟然点赞他们二人CP项的评论 难道说这是在圈内公开了 双标态度 耐人寻味无论是赵露丝还是吴磊 俩人各自的大热CP也非常多 可是无路可逃确实不一样的存在 赵露丝手中不乏大热CP 按照他以往的态度 可以说是相当避嫌 可反观何吴磊 他几次赞不绝口 在接受采访中 也娇羞说到何吴磊合作 让人觉得很舒服 再谈吴磊 已经有19年功龄的磊磊 熟练地掌握圈内生存法则 面对一切营业都是游刃有余 可是和赵露丝在一起时 便像喝了假酒一般 在点印里面对赵露丝的告白 直接上头地当着所有人的面 喊何露丝去扯政 一次下宫回酒店时 吴磊看着粉丝的灯牌上 印着吴磊赵露丝 忍不住仰头大笑 看来是真的情难自禁了 而这一回 面对恋情绯闻再度上热搜 赵露丝方做出了回应 没想到 这只是针对之前 对他私生活进行人身攻击的声明 对恋情避而不谈 倒像是很隐晦用了一招唯唯就招 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要知道 此前也有八卦记者 声称赵露丝在和90后顶流男性恋爱 当时 赵露丝方就立刻回复了假 但对于与吴磊的传闻 他却选择了充耳不闻 再说 若是二人没些什么 他们的CP粉也不会如此壮大 综上所述 能想到的不公开原因 就是两位当事人年轻 且正处在事业上升期 暂时不公开恋情 等到时机成熟 自会公开 你认为赵露丝无垒是真的吗